AVX 這個比賽的環節中 你要這麼肆無忌憚的 什麼東西都拿 還是會相對來說難一點 沒錯那我們剛剛也看到 是塔龍的先發選手陣列上路的 Hanabi,打野Rever,中路的Kandy 下路的UNIFY以及凱雲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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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點不知道特別好 因為像是Candy他已經進不了場的情況下 Hanabi還是執意想要進去做控場 但可以看到UNIBA跟Candy是完全進不去 搶這條蜂龍的話 H就絕對是毫不遲疑的往臉上直接硬打 他們感覺想打先丟了一根針眼反身直接亮TP了 但這裡的話二也亮 一個凝制命運是定到了以色拉身上 然後來看一下Hanabi一下 但是最後的蜂龍只有H2先行拿下 一滾零之後從側邊準備要切進來 然後看一下River要怎麼頂 哇 現在一個大招River要直接被秒殺了 哇 River這邊秒殺之後來看一下後面Candy的一個進場 這邊一個招援回速先頂 然後來看一下側邊的一個位置 這顆粒是他完全沒有辦法輸出 這顆粒在旁邊不斷的在看 那是最後空隕已經先擊殺掉的Hanabi Hanabi倒下然後往前一個勾 差點勾到Candy在這一波 H2在兩波的物件團戰都是拿到2.0的優勢 真的不能打 都只能打在坦克上的話 這個會戰就是不可能 而且你可以看到的是剛剛UNIBA 他是完全沒有辦法做任何一下輸出的喔 你可以看Candy現在的位置就很尷尬 他不能切進去 因為他先進去只要吃到一個CC就是直接被控到 他是沒有再拉回去的空間的 然後好運姐是拉到一個很漂亮的草叢 直接開大 而且那個草叢是沒有視野的 所以要第一神斷掉他也是沒有任何的可能 那後面就是可以看到塔龍 所有的成員就開始試散 因為這個徽戰從一開始 但這裡的話AHU全面的入侵 靠著這個岩石的窄口 UNIBA還是被冰到了 他有大喔 這裡不能抓他 反勾勾到凱薇 然後來看一下先給到一個鏈子 但是他這裡被留在最前面 這裡開出一個驚人 然後往前空月的一個進場 這邊踢了一個虎翹龍鷹 準備撞羊 但是羊沒有撞出去 另外一邊空月也殘血逃亡 這裡的話UNIBA會盯上 往前的一個EG人 UNIBA會帶走的River 而且空月還順利的存活 另外一邊的話 又是一個撞尖撞飛的凱薇 然後後續的話 這一個 麗山朵直接收下一個Double kill 空月還想要繼續往前殺 提出兵是直接逼出了UNIBA的閃現 那這樣子地龍準備要由AHU收下 大家可以自保了 所以卡龍的傷害根本沒辦法秒掉任何一個 欸 偷到了 欸 呃 他沒中擊 各位隊友我沒有中擊 我看你表情 你怎麼在笑啊 是 我有點難想笑耶 他就這樣踩下來 蹦蹦然後死掉了 這裡其實開冰羽是不好的選擇啦 因為他有大 然後 這裡納蒂魯斯 我記得他身上是有懷錶的 爭取到一個時間 你可以看到挖口這一波 他完全沒玩到 但什麼 這個鱷爾在 雖然也沒有撞到這個羊 但這個窄口絕對是S2好發揮的 就是你的坦克就是各站一邊 對方就只能一直打你的坦克嘛 UNIFY這裡丟這個鱷爾完全不會痛 然後好運節 最後這個大絕還是很空大 但他們會戰還是贏的 雖然美中不足的是後面這個龍被拿走了啦 這個是真的強行續命5分鐘耶 對 再幫他們拖了5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拖的 他就是Q1就拖到了 好像是吧 我剛剛看就這樣 這裡已經拉出來了 HQ已經做得很好 Q QR1 QR1 欸 他是不是有高一等 3000D的血量塔龍想要來接團 往前丟了一個大招 來看一下林治命運 直接先把龍給禁住 一個壯術裝備的哈拿比 然後來看一下龍 這邊空虐時先穩定拿下 反身的話 克里莎在爆破天拉 在掃了一個彈幕在龍區裡面 一個命運呼喚是收回了自己補助的性命 但是來看一下ZIV這邊被插了幾根毛 但是哈拿比停在了正前方 這邊往前一個勾勢 抓抓抓了這個凱雲 凱雲趕緊交出閃現 但是反身UNIFY給到了一個Q技能 直接帶走這個巴德 巴德倒下 然後另外一邊閃現暴血 直接定住哈拿比 感覺也會成為被留住的對象 四面楚歌招到五人爆啦 直接拿下人頭 準備要來吃巴龍 這樣子是可以 再來看一下 這裡三人在守五人 這應該是沒有辦法做任何的奇蹟了 往前一個1也沒有1到 該不會偷的到吧 應該不可能吧 而且River是沒閃的 這裡大盜 大盜給大招 UNIFY直接帶走了樂布朗 然後反向海量TP 還有一個TP 還要打 打不完 但是定義處法案是克里莎被留到了 趕緊交出閃現 但這一波的話巴龍回血 我覺得這邊整體來說 處理是非常冷靜的 並沒有打上頭 那這個龍的話 你可以看到雷克薩他根本進不去 而且Zip這波羊雖然已經撞得不好 但重點是什麼 他的坦度真的太誇張了 UNIFY這裡狂丟 就是真的是在抓羊 然後包括樂布朗 也不可能把傷害丟在一個坦克身上 那好運且 站在一個很安全的輸出位置 就是一路狂點進去 雖然說看起來想要利用巴德的大招來做點事情 但是後續的話 River也是打得果斷 所以直接交出閃現了 這裡要打媽塔龍 不放棄 雷克薩還是沒閃 往前的一個1技能 這邊一個定定到好運姐 但進不去 完全進不去 往前的一個定是定到栗三卓 但栗三卓被綁到 然後原地開啟一個擁動墳地 然後來看一下哈納眼鏡 可以丟出去 但是反正 這個窄口的彈幕 是掃得非常完美 直接帶走人頭 然後後續的話 哈納眼鏡一進場 馬上就要融化 這邊好運姐收下一個Double kill 那這個 這個雙殺拿完之後 應該是有機會 可以把巴龍給柏爾拿下 那順便收下這場比賽 西式的警逼 幾波的巴龍嘗試 最後還是順利的收下 這一個比賽的大怪物 你看這個保護王 哇圍起來 大哥是誰 保護蛙口 對然後這個 一個人擋一根 樹根 沒有人進得去 那這個大絕一掃下去之後 也宣告了塔龍這一波 會戰一定潰敗 然後最後進場的一個哈納比 也只能成為賠償品 那這一個方式蛙口男子 硬著頭皮 我再打一個龍魂團 再打一次 因為掉了也不會 掉了也輸了嘛 想踹 踹一個茂凱回來 踹到了好運姐的前面 但是一個定 蛙口這邊還是被定到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 然後二教養 往前一撞 UNIFOE這邊直接帶走了茂凱 這裡的話 UNIFOE還要直接往前追擊 閃現過去 這邊是蛙口的一個探射 直接彈走這個勒布狼 勒布狼倒下來 然後這裡蛙口已經瘋了 蛙口少了一個彈幕 這邊的話 直接逼住了一個水銀 有順眼Q嗎 Q 對 眼Q彈塔 空虐在找位子 空虐在喬 他應該有驚人 這個懷錶一開起來之後 閃現再一個定 暴血結界 又把克里莎給困在了結界裡面 那ASQ準備要來 乘著巴龍BUFF 來收下這個BO5的第一場勝利 這把是有點 乾淨俐落 覺得秋風少若葉一波帶走 人頭是15比0 而且看卡龍唯一拿到的那一座塔 還是對方跟他交換才拿到的下塔 然後包括龍都是Candy 一個就是很巧妙的連技 把他偷下來了 但整體來說 整場比賽的節奏 都是被HQ的這種 呃 前面VP